Manda老师我们就来分析 什么样星座的人 他的个性就是喜欢散播 欢乐散播爱的 其实所有的委屈跟辛苦 他就往肚里吞 赶快看看自己的星盘的 太阳星座跟上升星座 看看自己有没有 这样的一个个性 就是所有的委屈 都真的是晚上回到家 关了灯才会响起来 在外面都是很欢乐的模样 首先第三名 如果太阳跟上升 有落在天秤座的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原因是因为 注重气氛压抑自我 我们通常对天秤座的印象都是 这是一个很讲求和谐 对不对 很克克气气 很亲切有理的星座 没错 因为天秤座的人 他们真的很在意气氛的和谐 比方说今天大家一起出去 不管人多人少 天秤座他们都会希望 我们这个场面是和乐的 所以他们不喜欢 有这种好像争执 或者是当朋友讲这个 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 天秤座的人就算 他觉得我今天只想要喝喝咖啡 我不想看电影 他可能也怕自己讲出来之后 这个场面这个气氛就被破坏了 所以他会压抑自己来配合朋友 或者是配合这个当下的种种情况 那这样子呢 所以他自己的一些这种 好像有点委屈 会等到他回到家之后 自己一个人才会慢慢浮现出来的 那么第二名呢 如果有落在双子座的朋友 双面个性截然不同 好我们大部分人 我们一想到双子座 我们都会说 这个星座的人好像是很欢乐 对不对 只要有他们在 永远是笑声源源不绝的 没错 双子座的人 他们很在意欢乐 在意这个场面的这种气氛和乐 但是我们从双子座的一个神话故事 来看好了 他们神话故事的原型 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卡斯托跟波鲁克斯 这对兄弟感情非常好 可是有一天因为一个意外的斗争 这个身为哥哥的卡斯托就死掉了 好那那个弟弟呢 他就跟他们的爸爸宙斯求情说 可是我不希望我的哥哥死掉 可不可以让他复活 宙斯说可以 但是有个条件 因为你们是双生 双生命嘛 所以你们两个人呢 要一天待在天上 可以过这样的天上的生活 一天你们要两个人一起到民府去 因为本来就是已经到民府了 也就是说这一对兄弟 他们就这样子哦 一天在天上 一天到民府 所以回过来 当然日后两个都升到天上 当成这个星座了 但是我们就知道双子座呢 其实他带有某个层面的双重个性 所以他在人前有多么的欢笑 其实他那个 因为每个人都有阴跟阳的层面 都有这种开心跟不开心的情绪 他们如果太过把自己欢乐的情绪 展现出来的话 那种被压抑没有被展现的一些 这种哀伤的情绪 可能会在有一天 又是像雨柔刚才说的突然爆发 是 所以平常要懂得适当地找出一些宣泄的管道 这个很重要 比较健康 对比较健康的 好那么第一名呢 我们来看 如果太阳跟上升是在巨蟹座的朋友 因为人前坚强人后流泪 巨蟹座的人他们很照顾身边的人 看起来也是那种温文儒雅和蔼可亲的 但是巨蟹座我们知道 他的内在其实非常非常的柔弱 他的内心其实是所有星座里面最柔软的一个星座 就是他们的内心其实真的是最软的 所以他们也知道自己怕受伤 所以他们会用一种好像很坚强 我像个汉子一样的这种外壳 来保护自己这种比较柔弱的心 所以呢 他们在很多人的面前也会是那种什么 啊都没问题啦 我很OK的 然后这气氛要注重到 但是呢因为他们其实很敏感 巨蟹座的人其实都非常的敏感 像琪姐其实有非常强烈的巨蟹座特质 你的太阳上升水星金星都在巨蟹座 所以他们对于各种情绪 或是别人一些有意无意的言辞 他们其实很容易听进耳朵听到心里去 所以虽然在人前看起来好像啊 带着笑容没有关系 其实那些话到了回家 或是到了深夜的时候 自己督促的时候 其实还是会有一点难过的情绪的 没有 琪姐也就是把它写在本子里 对 它都写在小本子上对不对 而且那个本子一落很高都不会丢掉 他们收藏得非常的好的 这你们还真是错了 那根本不用小本子 记得的都不会忘 根本连不需要小本子来提醒 它就是这样 因为巨蟹座它也是一个水源树的星座 所以它对于很多情绪记忆 其实真的是蛮强烈的 因此我们也会提醒巨蟹座的朋友 就是也是不要太过失当的 就是太表现坚强 适当的去宣泄一些你的委屈不愉快 这都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方式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